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是元首外交精彩分成 铸就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封碑 第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扎实推进 为构建人类美好的未来注入了新动力 第三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功的举行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迈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第四是金砖机制实现了历史性的扩原 凝聚了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新力量 那么第五是中国中亚峰会成功举办 打造区域木林友好合作的新平台 第六是促成了沙特和伊朗历史性的和解 树立了政治解决热点问题的新典范 应该说这六大亮点都是来之不易的 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非常复杂 但可以用简单的语言来描述 那就是要战争还是要和平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一方面在设法维系秀的国际秩序 希望继续从中毛利 另一方面又得不利于自己的现有的国际秩序是极力的破坏 导致这个世界出现了诸多的热点 但如今看来 随着西方人口的老化 产业的萎缩和文明的退化 旧的国际秩序确实已经是维持不下去了 如果按照西方人的逻辑 秩序肯定是打出来的 英国打败了欧洲大陆上所有的强国 建立起了殖民霸主的地位 美国通过两次世界大战 不但打败了德国和日本 还排挤了英国的势力 成为冷战时代与后冷战时代的霸主 但是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可能再用武力来重构秩序了 核武器的存在 让大国之间的战争成了无法控制的事情 美俄之间 中美之间如果发生战争 很难说会不会升级为核大战 就算是不动用核武器 战争也无法重构秩序 乌克兰战争打了两年 巴以冲突打了三个月 无论谁优谁裂 都看不出新秩序正在建立的趋势 在西方强盛的时代 他们用来维基秩序的手段主要就是战争 这种用战争建立 用战争维持 最后还是要导致战争的秩序 前世界人民已经是受够了 因此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一再主张不使用武力 不与武力相威胁 并且身体力行 不但如此 中国还提出了和平发展的理念 对多数国家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来说 如果能够实现正常的经济发展 就可以消除大量的战争隐患 同时也可以避免这些国家落入西方的陷阱 避免他们成为帝国主义利用的战争工具 因此 中国很早就提出了一个理念和两个机制 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和金砖国家机制 起初人们并没有认识到它的价值 但是进入到2023年 特别是巴以冲突爆发以后 国际社会才深切地体会到 真的需要一个全新的 不依靠武力的国际秩序 包括美国 俄罗斯在内 任何其他国家 都没有提供一个有吸引力的解决方案 这时候中国的一个理念 两个机制 就体现出了高瞻远瞩和宝贵价值 特别是一带一路峰会的举办和金砖国家的扩容 意味着国际社会对中国理念的支持 取得了实际的成果 喇叭是印度这样的和中国有领头纠纷的国家 也非常重视金砖国家的机制 并且在扩容的过程中采取了支持与合作的态度 对于人的命运共同体 中国已经把它具体地落实到了地区问题上 中亚地区峰会的举办和沙特伊朗关系的调解 就是成功的案例 中亚地区的局势错综复杂 苏联解体以后 俄罗斯没有能力为这些地区的国家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 和经济的支撑 导致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严重的滞后 人民的生活水平无法提升 最后发生社会动荡 中国是唯一的和中亚接壤 又能够为他们提供希望的大国 这次峰会的成功也标志着双方的彼此认可 调解沙特和伊朗的关系 是2023年中国外交的神来之笔 巴以冲突之后 这次调停的意义就显得非常的透出 此前在历史宗教问题和美国的挑拨之下 以沙特为首的悉尼派国家 以伊朗这个什叶派为主的穆斯林国家 一直是剑拔漏张 如果双方不能和解 巴以冲突很可能就会点燃波斯湾的战火 一发不可收拾 但是如今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沙特和伊朗两个派别正在共同呼吁 以色列停止武力行动 恢复加沙和平实现两国方案 中国提出和践行自己的理念 推动全新国际秩序的形成 并不意味着要和美国搞对抗 更不意味着武力对抗 因此中国在2023年 努力开创中美交流的新局面 破除美国给中美关系施加的种种障碍 中国接待了美国内阁 国会重要人物先后访华 在2023年的11月 中国领导人在前往美国参加奥派克会议期间 与美国总统拜登还举行了重要的会谈 虽然中美之间的一些关键性的战略性的问题 并没有能够最终解决 但美方毕竟公开的表示了 不打算追求和中国的武力对抗 这是中国为世界和平做出的巨大的贡献 从这六大成就可以看出 如果没有中国 以及中国发挥的作用 今天的世界恐怕将陷入更加无法控制的分裂 冲突或灾难之中 但是世界还没有走上和平的轨道 2024年 中国外交的任务将更加的艰巨和繁重 好 这句话题就评论到这里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